太监一职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下的畸形产物 对男性有莫大的侮辱 在我国古代的皇宫 为了避免后宫淫乱 所以凡是进宫当差的人 除了武功高强的侍卫 便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太监 但在后宫之中只有太监而无侍卫 但是其实这几个太监虽然被阉割 但身为男性 他们还是有着正常男人的心理 那么既然他在后宫之中 他们还有男性心理 为何还会被派去伺候妃子呢 据一些史料记载 很多太监虽然已被阉割 但是还是得娶妻 比如说勋德年间 当时有一位太监叫陈吴 这陈吴就有两个老婆 还是皇帝赐给他的 高丽氏大家都听说过吧 高丽氏也有妻子 还是一位管家小姐 所以并不是说 太监被阉割之后 就完全断了娶妻的念头 他们的男性心理还是存在的 所以历史上很多太监在宫里 其实是很煎熬的 据史料记载 宫里的静氏皇 这么负责皇帝的方式 只要皇帝与妃子交合 那么太监就要记录时间 作为日后妃子怀孕的证据 要是时间不对 这妃子却怀孕 那乐子可就大了 分牌 大家都应该知晓 若是皇帝想要宠庆那位妃子 在用完善的时候 太监就不将能够 伺候皇上的妃子名字 写在牌子上 如果皇帝心中有了决定 就不将这位妃子的牌子翻上一面 然后就由静氏皇太监 将牌子给父子将这名妃子 带过来的太监手上 当皇上亏衣睡下之后 就会盖上被子 但脚不落在外面 父子引妃子过来的太监 就会先将妃子衣服全脱掉 然后用大肠把它裹住 再背到皇帝身边 这妃子就会自己吃掉大肠 直接从皇帝脚下爬进去 与皇帝交合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既然太监还有男性心理 却要脱掉妃子衣服 这就相当尴尬了 相当于皇帝的妃子 全被太监看过 不得不说皇帝心理够强大的